大家午安 今天懷著非常沉重的心情 来这里跟着大家的脚步 一起来向我们的政府 要求有一个健康跟干净的空气 在台湾的公卫学界里面 或是环境保护的学界里面 过去一二十年来呢 有超过一百个学者 超过一千篇的论文 已经很清楚的 说台湾的空气品质很不好 它的不好呢 也造成了台湾人很多的病 不只造成很多人生病呢 也每年会杀死了很多人 那我们也知道呢 空气品质在台湾南部跟北部 有非常巨大的差别 我们也知道 在南部呢 最主要就是石化工业跟燃煤 在我们的北部呢 最主要就是汽机车的污染 这些都是已经知道的事实 但是呢 我们很多的学者都觉得说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知识 没有办法化作政府的力量 为什么空污还是这样在 持续在延续当中 很多的老师都很多的焦虑 特别是公共卫生的学者 是特别的焦虑 因为每一分每一秒 你就看到 尚不在我们台湾上空的 有毒的空气呢 正在残害的我们自己 也在伤害的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这样的迫切感呢 我想我们需要站出来 这样的迫切感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要救台湾的现在跟台湾的未来 我们必须改变 那改变的第一步呢 就是要把蓝煤电厂关掉 我们共同的结论就是说 台湾已经烧了太多的煤 这些煤呢 不只是产生的空气污染 它更是我们造成 台湾人贡献在全世界 让全世界软化的温室效应气体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所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台湾人 跟负责任的地球人 我们有必要要求我们的政府 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 为了全球的健康呢 赶快把蓝煤电厂关掉 那这样的呼吁呢 我们认为在这一次 总统选举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机会 让国内的各个大党 都要很清楚的 向台湾 向人民 向世界 向地球 做一个承诺 也就是 在他们的任内 不再新增任何的蓝煤电厂 在现有的蓝煤电厂 要尽快在他们的任内都把它关掉 我们的很多环工学者也算过 这是政策上 技术上都做得到的 台湾人呢 美人呢 每年要用掉一万多度电 日本人呢 德国人呢 只用了七八千度电 我们有两层左右的省电的空间 我们省下来 我们就可以关掉很多蓝煤电厂 我们